觀念基本上,包含MVC 之所以會先講Java Secure,比較偏重就是C的部分 C的部分就是程式設計,Controller的部分 再來就是有關錶單 錶單的部分當然就V的部分 介面,比如說你要怎麼樣在手機上面顯示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介面的話 比如說我們要讓它放一個什麼,最基本的就是文字欄位TEST TEST AREA,就是讓它可以輸入或者是說單選複選 諸如此類的 將來M的部分,將來就是放資料的地方 資料該放哪個地方? 資料不就是暫時存放的話,那當然我們就一個變數 或者是一個陣列 但是永久存放的話,可能會牽涉到 比如說我們後面還會講到有關Local Storage 或者是說用那個 Database的方式做儲存 所以慢慢一步一步的JavaScript到 表單元件 上個禮拜的話,我們主要比如說 那個99層發表,怎麼樣顯示出來 當然我們前面是用Alent Alent把它輸出 但是如果在表單裡面 我希望把它顯示出來 其實在雲端白板裡面也有 我也有把它做個截圖 所以在表單製作這個章節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輸出的話本來Alent 然後呢 後面當然我們可以把它輸出在 在一個 TEST AREA 就是一個文字區域裡面 那這個文字區域裡面的話 那當然 你就必須要 注意幾件事 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輸出的話 如果說要剛好排整期的話 像這個是沒有排整期 上禮拜有講過吧 就是你可能中間的話 必須要怎麼樣 幫它加個空白 那哪些地方加空白 上禮拜有講過 如果兩位數字就不用 各位數字的話呢 你就補兩個空白 因為呢 它unicode兩個拜診 那一個空白的話 一個拜診 所以要補兩個拜診 那補兩個拜診 要把它放整期 該怎麼做 上禮拜有講過嘛 其實就是判斷什麼 多一個判斷式嘛 這個是直接輸出 for I 等於1 小於等於9 加加碼 那I跟J I的話是決定它的列 J的話是決定它的欄 然後把它輸出 可是 問題沒有排整期 那怎麼辦呢 我如果希望呢 後面排整期的話 那當然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前後呢 再補上空白 前面跟後面補個空白吧 或者是前面補兩個空白 也可以啦 我記得好像我原來是補前面兩個空白 但如果你補前後空白 會變成說 它比較自中一點點 輸出來看起來比較整齊 OK 這個地方的話 那補兩個空白 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那空白呢 因為我輸出 因為我輸出的 原件 它這個地方是支援 HTML 所以 你輸出的時候 你不能直接 打那個空白 它不接受 你必須要 直接打 AND NBSP 一個分號 如果你記不得的話 在Juneweaver蠻貼心的 插入HTML 裡面就 這個空白 那你可以直接 不用背 這邊也會顯示出來 那什麼時候會輸出兩個空白 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一附什麼 有沒有 瓜糊 一定是小瓜糊 什麼條件呢 香成之後 怎麼樣 如果香成大於九 那就不用了 可是香成小於九 那就表示什麼 它是各位數字 那你各位數字的話呢 你就幫我怎麼樣 補一個那個 補一個空白 不過這裡好像漏掉 應該是小於 而且等於 等於其實應該也 跟這樣 應該 大於九 執心這邊 那所以小於等於九 所以這邊應該不用 OK 所以小於等於九 所以這邊應該不用 加一個等號 好 那就輸出空白 OK 應該是邏輯 可以通吧 因為我發現 上個禮拜好像同學 對於那個Java的語法 還是 不太熟 甚至 一幅的邏輯判斷 寫 搞不清楚 不過這個也不用太刻意背 我的習慣是反正你要邏輯判斷 一定是小瓜糊 你要執行什麼 一定是大瓜糊 然後呢 結束的話 一定要加分號 那這個都固定規則 所以如果你這個 這個觀念沒有搞清楚的話 後面你要寫一些複雜的東西 去控制 那個 手機上的表單元件 那就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好 那最後當然輸出的時候呢 我們 原來是輸出到那個 這個原來是輸出到那個 一個 一個什麼 DIV 我看原來 好像我們是原來是輸出到一個 DIV 後來把它改成 Test Area Test Area 如果你直接輸出的話 即便你設定好 也會出問題 所以呢 你要把這個地方 輸出到一個文字區 這個時候呢 你需要用 CSS 去做什麼 CSS 去做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設定 還記得嗎 CSS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打在那個程式碼裡面 但是如果說你對CSS不熟的話 當然我也建議 你們用那個圖形化工具 還記得吧 在左 右上角 有一個 插入CSS的小圖示 就在這邊 然後呢 去可以做一個變動 就是這個地方先加一個 Test Area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去針對它去做一個 CSS 樣式 新增樣式在這邊 那因為我們那個ID叫output2 我把那個新增的那個 Test Area 文字區域 改名叫output2 那這個時候當然如果你要針對它 去做一個什麼 寬跟高的設定 一定要用CSS 如果你不用CSS 就沒辦法控制 它的大小 OK 所以特別注意 變成說 你要除了要學HTML之外 可能 CSS 也要注意 你會發現 用那個 JQuery 來做的話 其實要學的東西 倒不少 不過 這個東西對於 如果你本來對網頁就很熟悉的同學來說 那其實就 就還好 因為 我自己是覺得還可以蠻可以接 因為 以前我們就是寫網頁過來的嘛 所以對於這些語法 都還蠻熟悉的 那我們只是多增加了一個 JQuery 跟JQuery Mobile 其他都是舊的啦 但是如果你 對於前面 網頁設計那一段 HTML CSS JavaScript 都是空白的話 那當然 哇 那你要學的 其實 會還蠻多的 所以這條路 可是問題 未來的 開發方式 我覺得這是一個 趨勢啦 你說用原生的方式 我也特別講過嘛 你用 Java來開發 跟用JavaScript來開發 我覺得 那個 JQuery跟JQuery Mobile 它大大的節省 你開發的時程 因為這個韓式庫 真的太簡單了 它很快的就幫你把 以前可能要做很多事情的 那個動作 很快的幫你簡化 那當然 這些東西 如果你對於剛剛講的 HTML5 CSS3 跟JavaScript JQuery 還有什麼 JQuery Mobile 這些不熟的話 其實有 網路上蠻多教學的 或者一些網站 我還蠻推薦 像有一個網站 叫什麼呢 TripleW 點那個什麼呢 點W3 W3School 加S TripleW3 W3 三個W School 學校 加個S 點com 這邊 不過 它的網站 有個缺點 就是都英文的 可是 都是最新的 OK W3School 如果裡面的話 當然 你所有需要學的 這個Tutorial Tutorial 這個裡面 全部都有 包含什麼 HTML CSS 然後呢 JavaScript JQuery JQuery Mobile 甚至還有更多的 韓式庫 或者像 Jackson 像 Sequel 後端的東西 資料庫 像Sequel語法 還有什麼呢 PHP ASP 等等的東西 這上面都有 那比如說 有些你可能不熟 像JQuery 你不熟的 你可以把它點擊開來 我是覺得這個 它這個網站做得不錯的地方是說 它裡面有一些 Tri is your sale 就是它會給你一個程式嘛 然後呢 你可以點擊 下方都會有個Tri is your sale 就是你可以點其他你英文可能暫時不喜歡看那麼累 你就先 你就看那個Tri is your sale 它好處就是說 它這邊也有一個sauce 旁邊有一個run出來的結果 那你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它這個裡面就是當點選某一個的時候 它會隱藏起來 比如說點這個 點這個 點這個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 藉由 這個 它的 相關的那個 去了解它那個JQuery裡面 哪些功能 那其實你會發現這個JQuery就是我們前面寫的嘛 有沒有 Scriber到Scriber 它寫了什麼 其實主要就是Scriber到Scriber開 開頭結束嘛 那中間這一段就是 一個JQuery的物件 當這個 Document 指的就是這個網頁有沒有 因為網頁是 用串流的方式慢慢載到你的瀏覽器 那你必須要載完之後才能walk 所以你會發現 常常你看網頁都要等一下嘛 然後當它載完 就是當這個 Document 點Ready 當它Ready的時候你要做什麼事 有沒有 這個應該很有印象吧 不過其實這個可以省略 所以這一段可以把它省略掉 那後面有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就是說 當它Ready的時候你要做什麼 你會發現它會針對 所以 這個JQuery的物件 它後面就是Select 選取 選取什麼呢 選取P P就是那個裡面的段落 那裡面的段落呢 如果被Click的時候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 Click後面的話呢 它是直接用什麼 用一個Function 這個是用匿名的方法 所謂匿名方法 我們前面是有名稱的 比如說我給它一個什麼 JS01 或者是Cl 就是有名稱 這個是匿名的 寫法很多種 所以我前面講過了 其實同樣的程式 至少有人寫10種20種都有可能 所以 有的地方 可能 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邏輯是一樣的 執行之後做什麼 就是被選取的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用Less來 表示 然後點High 點High的話就是隱藏它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Run完之後 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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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 裡面有很多 Try It's Yourself 那你就是看懂 左邊的東西 在按Run 你就是按照它有很多 我覺得它這個安排還蠻好的 就一個一個Try 你一個一個過關 就跟你打 打怪一樣 這玩遊戲 你過關一直過關 過關到最後會有Example Example就是 有點像是那個 比較大的第一個關 關主 或者是 第一關的魔王 那你就是要把它打敗 打敗的話就是你要 把它踹出來 那這些左邊的語法 也是跟我們前面 Dreamweaver是完全相容的 也可以跟我們將來撰寫App 也是完全相容的 所以基本上 它的架構一定是在 JavaScript 那 JQuery是一個JavaScript的 韓式庫 它最簡單講起來 就是把原來JavaScript本來很複雜的東西 變簡單 就這樣而已 那所謂的J 就是JavaScript Query Query Query其實 一般講起來就是什麼 就是查詢 查詢 為什麼叫JQuery 你想想看 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幫你找到哪一個 網頁上的元件 Query 然後做什麼 幫你 產生事件 連結方法 我覺得它最重要的精神 可能在這裡 幫你找到 畫面上的什麼東西 當它被click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寫來寫去 好像 都脫離不了這些 哪個東西 那不過我們前面都是針對 哪一個 有沒有 警字號 會給ID 去 當它被點擊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當然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有時間 我建議啦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裡面 去看一下 在那個 www.w syscore 裡面都有 所以你會發現 你可能需要學的東西 還蠻多的 HTML CS 如果 我剛剛講的是JQuery 如果你對於前面的東西不熟 那你就怎麼樣 再點前面的 然後try yourself 然後點下去 才會告訴你說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怎麼做 你就是自己 它上面那個 左邊的地方 也可以自己動手改一些東西 不是完全不能改 旁邊的東西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針對這部分 去了解 我覺得這個網站 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還蠻常拿這個來參考的 Try 這個 就是 W3Score OK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 我也許 我們就是 再把那個 後面 上個禮拜 沒講完的部分 再繼續來看 上禮拜這個 剪刀石頭布 是單選的 單選的 那當然 單選的話 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還有就是說 其實在 表單元件裡面最重要 最常用的 不外乎就是單選 不外乎就是清單 不外乎就是 可能就是多選 那可是使用者 如果像這種 如果他單選 那你要怎麼樣取得 裡面的值 做後續的處理 其實 做來做去都差不多啦 所以主要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 Track Query 我覺得他主要就是 幫你很快的 去做什麼事 抓到你要抓的 那個 表單上面的 元件 它視為V啦 然後呢 當使用者做什麼事 他把使用者做的那些事情的資料 或者內容 幫你抓回來 後來後面的事情就是你是要去做 你要針對他去做邏輯判斷 如果 有沒有 當我 使用者點了剪刀石頭布 然後後面的話按確定 他會 後面再跟電腦動態產生一個 比對一下 那當然你要一定要先知道 使用者 點了哪一個 那使用者點了哪一個 這個地方如果你用 其實你用JavaScript可不可以寫出來 可以 但是用JavaScript 寫 非常複雜 可是如果你用 JQuery來寫 很簡單 上個禮拜有講過 一行而已 我看到簡直是傻眼 一行就可以把 需要抓的東西抓回來 OK 那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如果跟JavaScript比的話 OK 那這裡我想各位 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再重點回顧一下 那再來後面 我們還有一些題目 除了說呢 前面講到的那個 JavaScript的題目之外 後面大概第八章第九章 也有幾題 我覺得也不錯啦 像什麼 BMI 如果 應該各位都知道BMI吧 BMI的那個計算 比如說他輸入他的身高 輸入他的體重 就可以跳出 跳出那個 他的BMI 並且最好當然可以給他建議值 比如說他過胖了 甚至之前我們還有玩過就是說 如果過胖的話呢 那你不要用文字敘述 因為現在人很喜歡用圖 所以你可以 過胖 他胖到什麼程度呢 比如說有點胖 那你就給他一個 什麼呢 一個動物 什麼 什麼動物稍微有點微胖呢 豬的話可能太 或者是小豬吧 OK 如果他非常胖 你就給他一隻大象 那再來 非常胖的話呢 你就給他一隻恐龍 對不對 住如此 如果他苗條的話 你就給他一個 如果他男生 就給他一個 行男 行男好像會想 金城武的照片 如果是 女生的話呢 那就給他 一個正妹 對不對 如果太瘦的話呢 當然你就想到猴子嘛 對不對 諸如此類的啦 反正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 一個App 那這種App 其實當然如果 你可以把 跟健康 做聯繫的話 其實有太多啦 現在大家都很 很關心健康 而且像 像現在什麼 小米 小米2 那個有心跳功能 小米手法 而且很便宜啊 不到1000塊的價錢 就可以知道你的那個 隨時偵測你的心跳 那 當然未來什麼 血壓啦 或者是 甚至什麼 血氧 等等的 這些東西 那 這種 裝置 他的價錢 只會越 只會越來越便宜 然後呢 越來越普遍 也就是說呢 所有一切 偵測你健康的方式 不會像以前的那麼 那麼的昂貴啊 像我覺得現在 醫院有時候檢查 你根本 那個東西都可以自己檢查 你跑一趟還要掛號費 還要排隊 叫個號醫生給你三秒鐘 看完了 那感覺好像有點 不太符合那個 就是經濟效益啦 所以有些App 是不是有一些 比較不牽涉到醫療行為的一些 診斷App 慢慢也 如雨後春神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常常在下載App 這個 我覺得還是要經常 因為你要設計App之前 你要先知道需求在哪裡 所以像我最近 有下載了一個App 然後我就介紹人家使用 我覺得這App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為什麼 因為以前想說要測心跳怎麼測 是不是要買一個Sensor 然後測血壓怎麼測 可能他在買一個 也是另外一個 一個裝置 可是後來我發現 網路上 App裡面的 居然有一個什麼 他的關鍵字叫 體檢 體檢保 寶貝的保 體檢保 然後每天都用他 為什麼 因為他完全不 體檢保 他有個快速 體檢 我就很奇妙 我想說怎麼有這麼厲害嗎 結果就給他按下去 他只需要 體檢保 他只需要 開始測量 然後呢 把你的手指頭 食指 放在螢幕 放在那個 後方的鏡頭上面 因為 他會把LED 打開來 然後呢 貫穿你的血管 然後透過 攝影機 有沒有 去偵測你的什麼呢 血液的流動情形 藉以來 判斷你的血壓跟心跳 OK 那我想說 有這麼 準確嗎 後來 我真的把它測了一下 發現 很厲害喔 還真的還蠻準的 當然有誤差值啦 他不可能說像那種 你去買那種 很昂貴的機器 那麼好 不過我發現 足夠 一般性的 參考 所以我每天就給大家 試了一下 試了一下 真的還蠻準的耶 體育健保 對體育健保開頭 對血壓心跳有沒有 你們可以試試看 不過你們 可能那個 裝置本身的攝影機 跟照相機 要允許他能夠啟動 不然的話他 因為他主要是 透過你的那個攝影機 去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是覺得 還蠻準的 但是這個可能會跟 手機有點關係 手機本身 如果 那個 我 因為我推薦一個朋友朋友都說 這很讚耶 他說 我說你手 手借我一下 我幫你測一下 真的 還蠻準的耶 跟他用那個 其他的裝置 比對下來 當然一定有誤差值啦 可是那個誤差值我覺得 都是在可以接受的方 因為你完全沒有任何用其他的裝置下 居然可以做出 這樣的 判就是 那個 測量 可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叫 叫體檢保 體育的體 減長的減 體 身體的體 體檢 體檢保 寶貝的保 繁體式的減體式 他繁體的 繁體的 不過好像應該是對按座的樣子 體檢 都有啊 iOS機 手機 蘋果還是 Android Android 那 Apple我沒有試過 你可以 可以看一下 他蠻多的 有沒有 畫面記錄一下 你看 Play商店 不過App Store 我想可能是一樣 因為我們 我還是比較習慣用Android Android 裡面東西比較多 他這邊 有蠻多的 而且甚至他包含什麼 包含那個 我是下載這個 全部都有 他裡面甚至還有 包含就是測血壓 測聽力 然後測視力 測血壓 測等等的 我是沒有試那麼多啦 我覺得 幾乎大概 如果這東西 可以 全包了 你們可以測試看 看看準不準 我自己試了一下 還 還OK 對齁 對齁